多謝各位來臨今次香港人行的聚會 首先要多謝我們今次的接集人Handport 當然最高興我們的議員 陳偉業先生和黨主席 劉翁 以後來的時間交給陳偉業先生 各位朋友好 千里少少 很高興來到紐西蘭奧波蘭 這麼美麗的地方跟大家見面 這次是我們第二次來紐西蘭 第二次來紐西蘭 第一次到紐西蘭 上一次就去威尼西蘭 都十幾年前了 劉翁第一次來紐半球 第一次來紐西蘭 我們看到這裡風光如畫 人間天堂 今天天氣很少 冬天有這麼好的天氣 雖然冷一點 但是陽光普照 萬里無遺 即是藍天碧海 今早上今天整個 整個城塾公仔 很感謝SJ 許先生 還有郭先生 還有香港 和我們奧克蘭一天遊 去過南島北島 北南北岸 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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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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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地方都不太熟 在很多地方都很期待這個地方 這次我和阿劉都來到澳洲 沿著今天這個網聚 和明天的研討會之後 今天都可以說 我們覺得是超額完成 也都是起村網外 因為當初我們兩個 決定來的時候 三個城市都沒有一些 雙熟的 所謂聯絡人的 都是大家透過網台 和透過其他的接觸 過去雖然有些朋友 回到香港 在香港見過 但是都是一面之緣 可能說了十句八句話 都沒有長談 最開心就是在這裡見到 這件事 那些二十年前的戰友 在香港整個地區想打拼 在Vision都看不看他 知道整個外國 哈哈哈哈 那 就是剛才經濟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問開 咦 究竟我們來到這裡 有些什麼計劃 有些什麼要求呢 那其實我們沒有一個 既定的藍圖呢 就是覺得在海外發展 應該是怎樣 那至於我知識的理念 那還有我們過去看了幾年 在這個紐約啊 三藩市啊 還有哥倫多 溫哥華 那些地區那個發展呢 那我們覺得沒有一些 正式的系統的 章程式的聯繫呢 可能是最理想的 因為人民力量的組織 都是一個聯邦陣 那意思是那個組織 串連起來 大家去做事 那些會章也是很鬆散 那很多時候是靠大家的默契 和大家的理念去做事 那所以剛才我 許先生和提到 咦 會不會在這裡 成立一個人民力量之友會 這個紐西蘭的 燈部也好 支部也好 那我說這個我們絕對歡迎 至於怎樣做呢 既然我們的組織 真的是聯邦制呢 個別地區的組織怎樣發展呢 其實最理想的方法 就是個別地區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援聲援 但是都是精神上 就是各方面 你說其他方面的聲援 我們未必做到很多 很多時候是你們支援和聲援我們 在香港的工作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這裡很多位呢 在7.1就好 7.13到7.15那段期間呢 都曾經在香港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過去海外很多時候呢 就是到選舉期間 海外很多時候就呼籲一些 叔伯兄弟或者親戚 在香港投票支持我們 那我昨天去過輪廓 那裡就跟我說 他一個人呢 就說服了一百個人支持我們 很厲害的 他打了幾百個電話 那些真的是 大黑粉絲來的 那有些就 哇行了 我叫了一家七票 那些都很厲害的了 海外很多人 那還有在本地呢 譬如去那些電台啊 有些節目呢 有時那些網友都會打電話上去 那些電台呢 是改變回一些主流傳媒的看法的 因為過去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東倫東的時候呢 那些主流傳媒打電話上去那些呢 是一面倒罵我們的 那到我第二次上去呢 是八爺我們的人來的 就是 就是斬打兩年間的那個改變 那所以透過你們在地區上的那個參與 透過影響本地的主流傳媒呢 他都對我們帶來一定的幫助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每次大型活動的呢 第五區公投期間呢 那個籌款活動 在美加那邊的支持是很大的 我那次和佑文去到呢 他只剩下一個人 已經三十萬給我們 是啊 就是我不是期望要求大家這樣 我只是和大家講 有些東西不是我們預期 和是要求有這樣的結果 或者是有這樣的表現 但是有時候有些的發展呢 是超乎我們自己的想法的 那所以 剛才這件新聞內衣 我們究竟一些什麼短期計劃 短期目標呢 就是我說真的沒什麼的 我們只是覺得有個理念 有個方向 那至於怎麼做呢 其實在座各位有很多人呢 比我們更加有能力 也都有經驗的 那我們只是在香港 在我們有限能力時間裡面呢 我們做了多少我們同樣的推動 那其他方面的響應啊 還有其他方面的推動呢 很多時候比我們自己的情果呢 是更大的 那所以就是每一個電影 每一個人 用他們自己的資源 他們自己的健康力 去盡量發揮的話呢 那我相信人民力量 必定會遍地開發 那所以就是衷心 感謝大家這次的招待